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比对的用意在哪里 在于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这一秒钟 早上9点23分 加权指数涨210点 涨幅1.5个百分点 你说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为什么重要 好 跟各位报告 在美股的部分 纳斯达克跟肺半都超过两个百分点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道琼 道琼在上周五涨幅是1.19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面对今天的台北股市 虽然现在才刚开盘9.024分 现在差别 就是今天的台北高期 它一直到收盘 到收盘 它的涨幅要维持在1.19个百分点之上 你说为什么 好 来各位看这张表 OK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技术分析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 大家会把重点放在像是平均线 什么季线月线 或者是KDMACD不对 其实最重要的在技术分析里面 叫做比对 统计跟比对 你可以经由统计比对 去找出真正的一些关键变化 你就不会被市场多空不定的讯息 去做干扰 所以我们来看台股 我们在比对的过程 记住一定是交叉型的比对 什么叫做交叉型 一个就是红轴跟重轴的比对 举例 我们在比对台股过程里面 我们把加权指数 道琼纳斯达克费办 欧洲的德国股市 亚洲地区 我们就把大陆日金 大陆日金 包括像南韩的首尔跟台股 我们全部放在一起 放在哪一天呢 7月12号 为什么是7月12号 比对分成固定比对跟特定比对 固定比对 举例每年的元旦开始比对 或是每年的半年7月1号 OK 这种叫固定比对 特定比对就是 针对股价或商品价格的 相对的最高点 或者是最低点 以及重大利多利空 出现的变动当作基准点 这种叫特定比对 所以我们这里做特定比对 就是说把台北股市 历史的最高点 跟现在以来已经发生的最低点 做交叉比对 好我们先看最低点 最低点叫7月12号的13928 最高点是1月5号的18619 所以我们拿最低点13928看到今天 把所有的商品通通放在同一个点 你会看到 跟台北股市联动比最高的是谁 不是费半 绝对不是费半 也不是纳斯达克 联动比最高的叫道琼 一直以来都是道琼 是 好我们先看红色的 红色的叫加犬 绿色的叫费半 所以请问是费半吗 不是 纳斯达克吗 不是 道琼 一直以来都是道琼 跟我们联动比最高的都是道琼 所以你要看道琼 因为道琼指数上周五涨1.19 那我们跟道琼联动 所以我们的涨幅要怎么样 要大于道琼 不是等同道琼 如果等同道琼 或者是落后道琼 我举例道琼礼拜五涨1.19 我们今天涨一个百分点 那代表台北股市很弱 还会继续弱 是 所以它的今天 它最主要就是 你的涨幅不能少于1.19 所以台股现在 14808上涨222点不重要 重要是涨幅是1.52 所以台股的涨幅是不是道琼 你说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这是从7月12日比到现在 两个人在同一个点 可是我们如果从高点来看 高点是不是18619 18619到今天该怎么看 来各我念给你听 这是最高点18619 跌到多少 跌到16764 跌到16764涨到17770 跌到15616涨到16811 跌到13928涨到15475 然后上周的最低点14397 请问从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红色的 红色其他都不用看了 那你为什么要放上去 害我引花缭乱 对不起 因为我不放上去 很多朋友会不相信 那放上去 有些朋友说你放这么多 我这样怎么看 所以这就没有办法 大家多多包涵 OK 为了彰显公平正义 我们就把真实的框架放上去 把全世界的商品放上去 主要地区 那我们自然而然 你可以很清楚 知道台北股市现在的位阶 所以你就不用道听途说 看新闻报章杂志 你不能说他错 他说万一他错了怎么办 错了会造成我们的判断失误 所以不要相信市场 你可以相信他 但是你要验证 这个就叫验证 我就全部把它放上去 跟红色的联动比最高的是蓝的 蓝的是道琼 那你一看台股跟道琼 是不是有这个落差 他会怎么样 他会收敛这个乖礼 这支笔 这里 这里 这里乖礼是不是扩大 扩大之后是不是会收敛 分久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什么又分开了 然后现在他一定会再合并 这个合并的过程只有两种 两个一起跌 两个一起涨 对不对 你要认为两个一起跌也没有错 因为两个一起涨也可以 关键在这两个一定会收敛 这收敛过程因为台股目前大幅度落后到穷 所以会怎么样 就是每股再跌 我们会跌的比它少 每股再涨 台股会涨的比较多 所以你就要看上个礼拜五 每股的部分不就 1.19吗 那我们现在1.5亿 今天到收盘你猜都不用猜 就是要大于1.19 OK报告完毕 这是大盘 接下来我们很快就问 整个大盘指数 这里补充一个 第一个台北股市这里绝对不能跌破14397 为什么 因为跌破14397代表它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永无止尽的下跌 各位静静的看 18619跌到多少 16764 它是再涨再跌 然后跌到多少 15616 跌到多少 13928 如果它再来破928 也就是这个低点 低点是不是越来越低 那高点呢 高点也越来越低 18619 17770 16811 15475 对不对 就是它一个下降轨道 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越来越低 就死去了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会死吗 绝对不会啊 不然国安基金为什么要进场 因为它看到了 低点越来越低 高点越来越低 国际股市在涨 我们原本联动比是道雄 跟道雄的差弧一路扩大 所以它才 嫌没进场 不进场不行 就整个框架 所以现阶段我们知道 台股这是一个强劲的反扑 15475回档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看 它这么看 我们不是在上周提到吗 14515猴子会中秋去跳舞 对不对 它怎么跳舞 就这样子吗 周循环吗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总共1234个点 也就是说这一次从15475跌到14397 所以14936 反压会发生在14936 现在接近14800 现在是14796 14800往上明天再涨136点 大约就会撞到主要的压力点 是吗 是今天没有问题 主要在看明天 OK 好 那这几个点怎么来 首先我们讲周循环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上个礼拜我们提过 我就不再讲了 每一周它有固定的步骤 这十几年来都如此 就是说每一周不是12345 是4星期四 5 123就结束 每一个每一周的开始是星期四 所以我们来看台股在上周是单日的最高点14583最低点14447 所以只要守住14515代表什么 未来这一整周都是涨的 涨到星期三 那星期三渴望拉出长虹 是 所以这个礼拜是非常正向的 但是正向我们要知道它压力 隐形的压力会在哪里产生 会在936 所以你现在就估得出来了 这里上涨 真正就撞到了压力在936 936怎么来的 也就是从15475跌到14397 就在19 稍微速度快一点 讲不完 然后再来 这个叫VIX波动率指数 波动率指数本身它叫先行指标 它会领先证券市场率先反应 各位不要忘了 这不是你在看我在看 是全世界 全世界 不管是对冲基金 被动型基金 所有的基金经理人 分析人员 他通通都会看 如果全世界的专业机构都在看 我们不看 那我们不就 不要说看了会对了 我们不就落后人家一大姐了 所以你不能不看 关键在于 看没有什么了不起 谁能够精准做出判断 那谁就会是赢家 那我怎么做判断呢 我们就用交易量跟成交价格 其实就够了 永远把最大量跟次大量 这两个把复杂变简单 叫追求效率 所以原本最大交易量 来到这一天它爆出来了 在24.55 所以我们去回顾 上上个月国际股市走一个多头 那过去两个礼拜 国际股市做修正 那为什么修正就因为这天 8月26号就因为8月26这一天 爆出这个量接下来就走了 它是往上涨 它往上涨这个过程这两周 国际股市一定是跌的 可是为什么上个礼拜我美股出现暴涨 就因为这样子 这个叫破跌破跌之后会走探底形态 所以它会一路跌 所以国际股市一直看涨 是吗 是 我们把最大交易量产生交易24.55 OK 所以这是验证 我们要验证 它真的是个颈线吗 那就看 跌下来 是不是走这里 往上涨 又下来 这里守不住 这里就变成主要压力 所以它纵使往上涨 它过不了24.55 它没过 为什么没过 因为这个点叫B 这个点叫A 这个点叫B 所以过去这一个月 最大交易量发生在9月2号一天 这最大量 这里原本最大量是不是变成次大量了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这里站在买 这里是买 这里是卖 因为它站在买 所以它是涨的 那这里站在卖 它为什么会破 因为B大于A B是不是大于A 低档放量 高档爆量 低档放量 高档爆量 所以各得出一条颈线 代表什么 商品价格进入一个区间 是不是就进入这个区间 然后最终会怎么样 最终老大会赢 就是A如果大于B 这个区间最终它会向上突破 B大于A最终会被贯穿 因为是B大于A 所以一定会被贯穿 所以贯穿之后 纵使它反弹 它还是往下探底 它探底 国际股市又大涨 因为它是反向的 好我们稍微加快 美国最大钢厂叫纽科 很重要 美国是全球经济景气的熔头 所以纽科钢铁它彰显的是什么 所有未来经济景气的熔枯 就看钢铁 好我们看到纽科过去一周 打钢铁 长这样子 然后这是日本自铁 日铁它是这样子长的 这是五天 你把它看这是一整个月 所以我们不讲过吗 好我们把它抓出来 那么我稍微速度快一点 一二三四四个 红色的是中钢 这个是浦像 浦像上周的大碟是因为风灾 那造成火灾它停工 所以这是中钢 这个是浦像 这个是纽科 这是日本自铁 所以你一看抓出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一定是日本自铁 它往上涨 所有的商品就涨 它往下跌 所有的钢铁股就跌 它往上涨 所有的钢铁股就跌 所有的钢铁股不要涨 它往下跌 所有钢铁股中错 结果它这一涨 涨得这么强悍 那你说它该不该涨 那你就看吧 那它不涨我也没办法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它很明显 航运股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利用反转指标 商品价格出现大跌的 都是用反转指标 因为反转指标可以告诉我们最低点 可是最低点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 它是上下来回波动 正50做空 负50做多 它一定会回到正常轨道 关键在你说它这里已经负50了 它为什么继续跌加负50 它为什么会有继续跌 记住 跌破低档 你要等它 跌破负50再回来负50 这样叫正式的攻击 OK 这是航运股 再来我们认为本周 钢铁金元代工有机会 但是我来不及 所以会在晚上 我周一到周五跟礼拜天晚上 我个人在六点半 另外有一个直播 欢迎各位今天晚上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 那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天 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谢谢你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认为